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不知道在陶伯湖的上空 每年都有许多科研人员在从事着有一定危险的勘测工作 今天我们就去那儿去看一看 陶伯湖位于新西兰北岛中部的高原之上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湖面积有606平方千米 相当于新加坡的面积 而陶伯在毛利语中正是第一的意思 它形成于一次剧烈的火山噴发 是一个火山口湖 湖内有一百多个岛屿和浅滩 从空中俯瞰 陶伯湖宛如镶在群峰中的碧玉 景色秀丽 陶伯湖还是一个随时会喷发的火火山 因此每年需要对它进行持续的监测 空中考察是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 每年科研小组都会邀请一些经验丰富的跳伞高手 从高空拍摄陶伯湖的整体地貌 由于高空跳伞会受到气候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 因此考察也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不久前 两位监测员乔纳森和迈克尔来到陶伯湖上空 这一次为了配合地质考察 他们在头顶佩戴了微型摄像机进行高空拍摄 两人已经有近八千次的跳伞经历 能够在高空精准地控制身体姿势和下降路线 从而帮助地质学家对陶伯湖火山进行影像记录 12月13日 那天一切正常 阳光灿烂 天空碧蓝如洗 我们在水上飞了很长一段距离 我注意到远处有个黑点 乔纳森意识到迈克尔的降落潭可能出现了故障 无法正常打开 看到朋友的处境很危险 我的心开始不断往下沉 要知道那情形实在是太可怕了 迈克尔的位置在距地面四千五百米的高空 如果他的降落伞没有顺利打开 那么他将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垂直摔落到底面 生还的概率几乎为零 我看到迈克尔用力拉动所有手柄 然后我看到他启动备用降落伞 可是备用降落伞却没有打开 这时候我意识到迈克尔可能在接南逃了 乔纳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迈克尔冲向地面 却无法施以援手 内心非常的焦急 他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我在高空中都能听到声响 当时我身处一百二十多米的高空中 但我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安全 心里只想着 我得降到他的身边去 尽管乔纳森知道迈克尔生还的希望非常小 但是他仍然拉动降落伞 以最快的速度降落到地面 迈克尔 你还好吗 我紧张到了极点 我没戴手套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黑莓刺从 我只能一边拨开刺从一边大喊 迈克尔 说句话 但迈克尔没有回应我 令人吃惊的是 迈克尔的摄像机仍在拍摄 摄像机记录下了一切 包括迈克尔高空坠落的全过程 跟我说句话 火箭 说句话 火箭 快跟我说句话 迈克尔毫无反应 乔纳森意识到他最担心的事似乎变成了现实 你还好吗 我不好 迈克尔 迈克尔竟然有了回应 从4500米的高空掉下来 迈克尔居然还活着 这真是一个人间奇迹 此时迈克尔虽然意识清楚 但是呼吸已经很困难了 救援小组在15分钟赶到了现场之后 经过初步的诊断 他的一片肺液已经破损了 还有非常严重的内伤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 经过两年半的康复治疗 迈克尔克夫重重难关 最终奇迹般的战胜死神 活了下来 本来这次考察的目的 是监测淘宝湖周边的火山活动情况 但是现在所有科学家 却把这个目标 转向了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是什么因素让迈克尔 觉处逢生呢 迈克尔出院后 也想找到让自己幸存的真正原因 他配合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通过仔细分析迈克尔速降的影像素材 科学家计算出了迈克尔 在落地前的下坠速度 刚开始时 他的下降时速是每小时250千米 而在落地前却是每小时96千米 为什么下降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呢 是什么阻止了迈克尔的急速下降 从坠落影像上明显看出 事故发生时 迈克尔的降落伞并没有完全失灵 虽然相互纠缠的神栏 绊住了主降落伞和备用伞 但最终降落伞还是打开了一半 这时他的下降时速降到了每小时96千米 可是即便是以这个速度 从几千米高的空中冲向地面 迈克尔同样没有生还的可能 他能死里逃生一定还另有原因 据迈克尔回忆 在他着陆的最后关头 他曾努力尝试了五点着陆 这是一种特殊的着陆方式 他的原理有点像猫 猫科动物堪称自然界里 安全着陆方面的行家离手 他们能从相当高的地方平稳落地 技巧就在于采用四条腿 而不是两条腿着陆 这样 猫就能把撞击力分散到两倍大的面积上 迈克尔为科学家演示 他着陆时的动作 你不能用双手保护自己 因为这会影响到降落伞 从迈克尔的动作可以看出 他首先双脚触地 接着是双臂 然后翻滚身体 让后背朝下 科研小组在一位研究人员的身上 安放了指示器 然后通过摄像系统来跟踪这些指示器的运动方式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用了这一技巧 约翰的身体负荷相当低 只有他个人体重的六到七倍 以前是十倍 这样 就使他的下降力道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四 数据显示 五点着陆 能够将巨大的冲击力分散到相对较大的身体面积 落地者双脚着陆 但马上弯曲小腿 然后是大腿 臀部和后背 这五点能够缓冲巨大的冲击力 降低着陆的风险 而科学家通过X光 仔细研究了迈克尔的伤口 最后重现了他身体受伤的顺序 首先是脚踝骨折 然后 臀部大腿和上身都有大量挫伤 肋骨也骨折了 由此可以看出 他落地时呈侧躺姿势 并有翻滚动作 将能量分散到整个身体 来缓冲落地的冲击力 可是科学家认为 这并不能成为迈克尔活下来的最核心的原因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科学家决定再次调阅事发过程的录像资料 结合跳伞区域的地理环境和着陆区域的地面状况 大家仔细查看蛛丝马迹 科研小组发现 迈克尔在坠落至距离地面一千多米时 它的正下方是一块停车场 那是一块水泥地面 如果当时它直接落到这里 结果会怎样呢 科学家准备用一个试验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是沃尔夫刚 波特哈斯特 你好 我们知道 当物体撞向地面时 地面特性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科学家将一枚鸡蛋 从九米高的地方扔在坚实的地面上 保护鸡蛋的其实就是蛋壳 但位置越高 冲击力就越大 蛋壳就会碎裂 无法保护鸡蛋 现场资料显示 本应该坠落在水泥地面上的迈克尔 竟然在距离地面三百多米的空中 转向到了湖面上方 那么 如果它以九十六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落在水面上的话 能否有一线生机呢 现在科学家决定 把鸡蛋扔进水里进行检验 好 可以扔鸡蛋了 鸡蛋从九米多高的地方坠落 当它撞到水面时 还是被击得粉碎 虽然水的致密程度远不及水泥地面 但是鸡蛋本身的下降速度非常快 因此在特定的降落高度下 水面对鸡蛋来说就太硬了 数据显示 人以五十千米的时速撞击水面时会相当危险 只有保持正确的身体姿势才有可能逃过一死 当时迈克尔的下落时速是九十六千米 显而易见 它要是落入湖面的话 肯定必死无疑 因为水面本身具有一定的张力 但水分子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以极高的速度撞向水面 细小的水分子无法快速分离 如果从高空吊台跳下去 这些水分子就足以让人受伤 所幸迈克尔并没有落入水中 就在迈克尔接近水面的最后关头 它的下降路线竟然又骑地般的发生偏转 最终它落在一片沙地上 这会不会是它幸免于难的真正原因呢 接下来教授决定将鸡蛋从九米高的地方扔向沙地 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结果鸡蛋完好无损 高速摄像机拍下的画面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有三点原因 首先沙力能快速分离 第二沙力能吸收撞击时的部分能量 第三鸡蛋陷进了沙力 所以撞击力就没那么大了 规固足道的沙力竟有这样的作用 科学家分析说 沙子是岩石风化后经雨水冲刷形成的 它的成分主要为二氧化硅 因其化学性质稳定 质地坚硬 足以抗拒风化 它们会被风力或水流带走 在这个过程中 质量大的沙子留在原地 最后形成了土壤 质量小的沙子就被流水和风力搬运 在特殊的地方聚集 形成了沙滩 沙地或沙漠 而这些沙子的结构十分松散 沙力与沙力之间充满了孔气 这就使得沙力变得十分松软 在迈克尔倒地的瞬间 沙子吸收了大量的冲击力 这也许是迈克尔得以重活的重要原因 迈克尔 当时迈克尔落在大约一米半高的灌木丛中 科学家们还发现 迈克尔落地的这片沙潘上 分布着许多灌木丛 灌木是一种没有明显主干的木本植物 接近地面的地方有着繁密的枝干 这些枝干在迈克尔下降过程中 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由此可见 灌木丛也是让迈克尔幸存的功臣之一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 在迈克尔坠落过程当中 首先是半打开的降落伞 增加了一定的阻力 之后呢 它落到了这个灌木丛和沙地 这个最理想的着陆点 与此同时啊 它以这个翻滚的动作着地 这一系列巧合 最终让它绝处逢生 但是在生死关头 到底是什么力量 将它从这个水泥地面 湖面等致命的降落点 送到了沙地呢 科学家们认为啊 这个命运的推手啊 一定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 科学家仔细推敲 突然发现 他们漏掉了一个最重要 却又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 这就是风 科学家在仔细查看录像的细节后发现 在迈克尔接近地面时 有一股奇怪的气流 把它吹离了原来的下降轨迹 我记得我最后看到的是一个停车场 那是非常坚硬的地面 当时我就想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地方 看来我的小命就要在这里了结了 迈克尔没有想到 它会突然被裹在一阵风中 这股怪风将迈克尔吹离坚实的地面 越过湖面 并一直裹挟着未能完全打开的降落伞 将迈克尔吹向了沙地上的灌木丛 这突如其来的救命风 引起了调查专家的高度重视 他们认为 迈克尔能够幸存 最重要的因素 很可能就是这阵突然刮起 并且吹向湖岸的奇怪气流 它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科学家决定 把这股奇怪的气流 作为调查的突破口 展开调研 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 科学家发现了另一个和气流有关的事件 1977年4月4日 美国航空公司的242航班 在前往亚特兰大的途中 突然遭遇风暴和冰雹的袭击 失去引擎动力的242航班 急速坠动 就在引擎全部失效的危机时刻 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决定 在周际92号高速公路上紧急降落 然而 迫降失败 72人因此不幸掌声 事故安全委员会 经过一年的调查 最终确定 造成惨剧的原因 竟然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强悍气流 它不仅使飞机航迹偏离航线 而且还使飞机失去平衡 科学家告诉我们 造成空难的奇怪气流 在气象上被称为风切变 这是一种大气现象 发生风切变时 气流运动速度和方向 忽然发生变化 直升机甚至大型飞机等 一旦遭遇风切变 风向和风速都会在一瞬间急剧变化 飞机速度和方向都会因此改变 随后机身剧烈颠簸 失去平衡 直至坠毁 科研小组发现 将迈克尔吹向湖边沙滩的 那阵救命风 竟然也是风切变造成的 那么同样遭遇了风切变 为什么这种导致飞机失事的怪风 却成为了救活迈克尔的关键因素呢 经过调查 研究人员得知 242航班遭遇的风切变 是由于雷暴等强对流天气 产生下冲气流 也就是垂直风切变 这种风切变具有时间短 程度强 破坏力大等特点 从而带来了探测难 飞行难等一系列困难 是一个不易解决的气象难题 因此飞行中对付风切变的最好办法 就是避开它 而迈克尔遭遇的风切变 是由陶伯湖独特的地形条件造成的 是一种水平风切变 地质学家告诉我们 夏季的时候 湖岸的沙土陆地在阳光照射下 温度会快速上升 而湖面的水体温度上升较慢 因此在白天 常常会产生由湖面吹向陆地的葫芦风 迈克尔出事的时间是12月份 正值新西兰的夏季 所以当葫芦风吹向岸边时 遇到了高大山体的阻挡 就会在水平方向上加速流动 造成了水平风切变 正是这种风切变造成的气流加速 向迈克尔吹向了沙滩的灌木丛 从而使他幸免于难 在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 迈克尔从4500米高空坠落 而幸存下来的原因 终于真相大白 迈克尔能死里逃生 虽然是一系列巧合的结果 但是针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研究 却让科学家更加清晰地认识了 湖泊周围存在的葫芦风 风切变等自然地理现象 同时也对这些自然现象 与地形地貌的关系 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而迈克尔现在又一次背上了向落伞 为帮助科学家开展地质灾害 以及地理环境的研究 提供不可或缺的高空影像 迈克尔从4500米的高度坠落到地面 却能够活下来 这的确是堪称奇迹 然而创造这一奇迹的众多因素当中 地理环境占了很大的比重 一次针对火山的高空考察 引发了一次意外事件 而这却给科研人员 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启发 他们从中发现了火山口湖地质环境当中 曾经被忽略的一些要素 而这些发现 以及随后展开的研究 将有助于人类更好地认识 生存环境当中的自然规律 从而有效地规避 它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伤害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陶波湖地质环境色秀丽 陶波湖还是一个随时会喷发的火火山 因此每年需要对它进行持续的监测 空中考察是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 每年科研小组都会邀请一些经验丰富的跳伞高手 从高空拍摄陶波湖的整体地貌 由于高空跳伞会受到气候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 因此考察也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不久前 两位监测员乔纳森和迈克尔来到陶波湖上空 这一次为了配合地质考察 他们在头顶佩戴了微型摄像机进行高空拍摄 两人已经有近八千次的跳伞经历 能够在高空精准地控制身体姿势和下降路线 从而帮助地质学家对陶波湖火山进行 高空坠落 奇迹生还 特殊地形神秘气流 起死回生的自然因素如何破解 高空坠落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大洋洲位于太平洋的西南部 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洲 而大洋洲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湖泊 叫陶波湖 它形成于一次巨大的火山爆发 面积有600多平方千米 独特的美丽的景色 每年都吸引了大量游客来此度假 但是人们并不知道 在陶波湖的上空 每年都有许多科研人员 在从事着有一定危险的勘测工作 今天我们就去那儿去看一看 陶波湖 陶波湖 位于新西兰北岛中部的高原之上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湖 面积有606平方千米 相当于新加坡的面积 而陶波在毛利语中正是第一的意思 它形成于一次剧烈的火山噴发 是一个火山口湖 湖内有一百多个岛屿和浅滩 从空中俯瞰 陶波湖